今天咱们来到乳山银滩最西面的一个小区 也是海安所镇的一个小区叫做望海山庄 咱进来看看这个小区怎么样吧 有网友多年没来了 让我们过来拍拍他家里的情况 这就是望海山庄小区 望海山庄花园小区 这花还开得挺好 这边一楼院挺大的 你好你好大姐 这您家呀 种了不少的菜 有豆角 豆角 柿子 柿子 还有辣椒 还有辣椒 芒果 茄子 真不错 你这个院不小了 对 反正一家一家都种 您在这买房子多少年了 那咱们有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哦 这边坐的怎么样 就我看了 就这个小区 离花公园还近 离公园近 离那个对 潮汽湖公园 对 你看这环境如何好 你看你看那树 你看那花 你来晚了 你看那里面那月季花都一成 到处都是月季花是吧 对啊 到处都是 对 你们这花 你们小区真是花园小区 你看叫做望海山庄花园小区 小树翔 你是哪儿的 我是银滩东面的 滩香立湾的 我们前月21号楼 有一个女的 她可哪儿都去买房子 哪一个小区她都去了 然后该鲁山她又买她钱都交了 交了交了一万块钱定钱 然后她就回来了 那个回来从哪 从哪块都顺眼 一炒上银那块炒光就 不顺眼 就不行了 然后孩子回来了 你看看你再往里头走 你看那小区确实 比别的那个什么 珍珠湾啊 这儿那儿的 都比他们那个 规划的也好 花都已经要开闹了 你这么喜欢你那小区啊 对 除了那个 大门就是超西湖 对 超西湖私地公园 私地公园 对 你这又在海洋所镇是吧 生活也很方便吧 买菜方便 方便 你们平常在哪买菜啊 是在 集上还是在那个超市啊 在集上也有 超市也有 嗯 菜子够吃 够吃哦 自己再重点 自己都吃不完 对 你这房子我看还不小的 多大的房子 八十多平 八十多平 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我买的都已经三十万了 三十万 那个时候买的 你现在住这么多年 每天每年都住吗 每年住多久 冬天就上威海 上威海 上威海 我们到开车4月份就回来这儿 就回来这儿 就送地来了 你老家哪儿的呀 老家黑龙江 黑龙江的 多大年纪您是 我八十了 八十了 真是不像 我心里七十来岁 真是八十来岁了 多 那住的挺好 真是好 你也很享受这种生活 多么好吧 你看看 你看咱们没见过面 你这么热情 这么客气的给我介绍 年龄大了吧 还不会吃 咱们我改东北嘛 也没中过 这都上班激情 都没中过 没中过地 都跟县 县小的 县学的 县学的 对县学的 您住一楼房子干不干 湿不湿啊 潮不潮湿啊 不湿 他们那边低的地方吧 有点潮 就低的地方潮 你是在小区的最 应该是最西头 最西头比较高 不是最西头 也算最西了 对 那边什么第二 哦 第三 第三栋 第三栋对 那边还有好几栋呢 我看那边西面 那边低 那边低是低一些 就是空气潮 空气潮湿 嗯 家里面不潮湿吗 家里不潮湿 不潮湿啊 哦 哦 那你儿子怎么跑到渭海去了呢 那是我老爷 啊 我老爷子儿子在渭海啊 哦 最小的在渭海住啊 最小的 你冬天上那边雪 嗯 那边有暖气 嗯 这边有没有暖气啊 有暖气 有暖气他没供 反正自己家也都有 他们都各个拦的 哦 都自己安的哦 哎我看你你这房子 旁边小房子要卖 嗯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他说要卖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你给他挂一屋用的 哦 你看这边有卖 这一楼卖房子挺好 这个小院 收拾也挺利索是吧 嗯 这边还有电 还有电话呢 不住也行 不住就住 就住个人也行 对 好像怎么你们家那个窗户 比他宽呢 是怎么回事啊 有大有小 他那是小平方 哦 小平方的哦 你这是大平方的 对我感觉到你的这个这个这个阳台这块大一些 对 对 这个平米可能小点哦 哈哈哈哈 行 大娘姐在这忙着啊 谢谢你了啊 哎